盘点全台十大超龄的财神庙 第一,金山五路财神庙 位于新北市金山及万里交界处 正巧是万金之旋 主次玄台元帅赵公明 所率领的五路财神 这里的特色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财神银行 提供香客借还母钱,为善天下 第二,中和轰炉地 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一类山上有三颗石头状丝轰炉三个角 是北台湾最有名的土地公庙之一 一类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 可以远眺大台北盆地 有不少信众都是晚上来求财祈福兼看夜景 第三,十定五路财神庙 原本是奉赐在树林一间的小庙 因香火越来越旺 又梦见五财神托梦希望扩建庙宇 就有信众捐出十定的一块山坡地 而且勘察后的确是风水宝地 于是就建庙在此 成为超首欢迎的财神庙 第四,桃园南看五福宫 它拥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是目前历史最悠久的财神庙 也是国家三级古迹 宫内主寺玄坛元帅赵宫敏 统领昭宝天尊 纳珍天尊 昭财使者 历史仙官等四位掌管财富的神志 所以合称为五路财神 第五,桃园大西迎赴宋群庙 原名天公祖庙 是一间非常有名的财神庙 想要补财库 借发财金珠可以来这里 入庙时要从写入的龙门进入 最后从五色圣碑大道走出虎门 让五路财神加持 想征好运来 坏运走 第六,台中广天宫 为五路财神开机老祖 在明国79年迎回全世界位积最高 唯一由皇帝班持雕刻 历史最悠久的财神开机老祖 正尊迎回台班 居近有1400余年 也是第一座财神业正身 第七,南投竹山紫南宫 始终不知名的财神庙 拥有300多年历史 原本借福德金只是当地居民紧急救难之用 发展到现在颇具规模 专门办理借金 环境的服务 每年发放贤母的活动 也是让信种趋之入伍 使得发放排队的信种 绵延数公里长 非常受信种欢迎 第八,草屯敦河宫 已有300余年历史 是全国最高的财神庙 顶楼的五财神赵天君同像 更是高达160 不仅是全世界最大尊 也是相当知名的求财圣帝 来到这里参拜 不仅可以摸摸金身财神业神像手上的元宝 金边也可以祈求发财金 补财库 吃黄金发财高等 以保佑财运亨通 第九,云林北港武德宫 不少财神庙都是由此庙分林出去供奉的 最特别的是 庙前的天库金庐 不仅刻满36天官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金庐 后方的玉皇殿 不仅气势宏伟 也相当金碧辉煌 看起来有种神光普照的感觉 第十,屏宫车城扶翁宫 主赐福德正神 土地宫全身挂满金牌 还曾受乾隆皇帝包封并次蒙冠 龙袍 看起来相当威风 堪称是全台湾最大的土地宫廟 其金庐特色是只要将金纸放在炉口 强大的溪流就会自动将金纸卷金去烧化 相当神奇 以上财神庙你去过几间呢 俗话说 钱不是万能 但没钱万万不能 钱财虽是养命支援 但也必须以正道的方式求取 我们要学习的是 财神爷的善财精神 多方救济勤于不失 有舍才会有德 首先要成为别人的财神 自然财神爷也才会上门找上你 你说是吗 关注我 让你顺风顺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